现在明星们不仅仅热衷致力于慈善事业 还有越来越多的明星对环保也是相当重视的 那10月16日周慧明古巨鸡就为了环保齐齐出生 鼓励大家一起参与全民环保 身为环保大使周慧明和古巨鸡自然亲力亲为 自然要发挥好带头作用 不过周慧明也忍不住爆料 古巨鸡进步走火入魔的环保方式实在让人受不了 我从来都不开这个空调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打打冰楼 火锅 火锅 然后我就很开心他去了 然后他是没有开窗跟没有开冷气 其实要说到周慧明保护的最好的肯定是他不老的容颜啦 都已经46岁了还顶着玉女掌门的头衔 这接班人也是该着起来了 你等我 我生个小孩让你捧了 好 等我一下了 太迟了 太晚了 太晚了 我等不到 我尽快了 而古巨鸡的女友正是周慧明的经纪人 看来古巨鸡的这番接班论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而古巨鸡也正在努力赚老婆本 工作的目的是因为要赚钱娶老婆的吧 工作的目的是我是工作上有一些梦想 所以我是为梦想而努力的 娱乐行电力 古巨鸡快把女友福正宝报道 是 scattered料了 所以我们保持了 我们现在就知道 所以我们改参照了 所以我们改参照 和并成的成功 詞曲 李宗盛